台湾泡泡走 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 李尚浩 大家好 我是余夫 今天来介绍在台北市的中心 应该是中心南路跟到这个衡阳路 那么在衡阳路上接近就这个 我们说以前是公园 现在说228基建公园 我们先来看这栋 这栋叫做江山楼 江山楼的基点 这是西北商店 所谓的西北商店就是后来变成是金池塘 等于金池塘后来又没用 但是我们来看江山楼置店 你说这一间还要多少钱 我跟你说 那有一间叫做豆浆大王 这个没道理 江山楼是什么东西 江山楼是日本时代台湾最有名的这个酒家 那么这个酒家是这样 第一 这日本时代有四座 一个叫做东飞坊 一个叫江山楼 一个叫做春风楼 一个叫做红莱家 这四庆是数台酒家 并称为四大齐庭 为什么他叫做红莲 就是因为他在他的外面有那种用那种红莲 在那风在吹 掛红莲起来 所以叫做红莲 你说这有分泌 不一定是有分泌 但是你要要求 要有这个给你试酒的人 当然也是有 那么这间呢 这个江山楼不是在这 这是他的基点 他在那原来是在台东区 差不多这个重庆北楼 保安阶 和干州街这个地方 那是原来的江山楼 这是支店 来 支店呢 这间其实也是都同样 我们先来看看这间支店 在什么地方 在日本时代最有名的 台湾料理店 叫做江山楼 这有商品还有功课 来渡米流 难道是淡啤酒吗 江山楼在1917年 六成 是劳管市长的 红莲家 是日本时代大厅 很出名的酒楼 那当时有一句话 说 登江山楼 吃台湾菜 听鸡担唱曲 意思就是说 这就是人生 很厉害的享受料 里面有如人服务 跟着喝酒的空间 主称是台湾第一 鲜娜料理 芝娜料理 江山楼的第一 是日清典 里定木 186番 当然早就一定听到 台湾是现在台北市 台东区 中庆北楼 保安街 贵水街 跟甘州街 的范围 里面 有着五江山 来独自经营 这就是董切的菜团区 这是旁扣小角 的柜团区 这位老匠评说 在现在的衡阳路 既然有 江山楼的基点 地区 差不多是我 所为出来的 地区 其中的一间厨 照理说 江山楼的基点 地区 应该是 在这段 里面 什么 既然是 现在这间 永和豆浆大王 经过考证了 那个时候 的基金 应该就是这样 钢山楼变大王 实在是 反差太大 来 我们来说 台北人的 扎餐粉 来 每次先看这 你看 画得很辛苦 那么 最重要 就是 豆浆 然后 烧饼油条 再来就是 大口米粉 最重要 很多人 在台北市 北部 大部分 都是吃这种 大口米粉 大口米粉 到那些 二十八糟 下去滚 很好吃 人就很爱 不然就是 吃这个 我们说 有人是 吃这种 伴奏 吃梅 吃梅 但是梅 不是白梅 我现在说的是 有淋料 这种梅 还有吃蛋饼 蛋饼 可见是最多 有吃吐司 吐司 在我们 我会盯着一杯 吐司 让它胖 现在年轻人 都说是吐司 不然都说胖 还有 葱油饼 葱油饼 如果加那么多 两个 就变成蛋饼 还有就是 古早时代是这样 在日本时代 这个 台湾人 是 喝 杉仁茶 配 有吃过 如果是 这个 你如果说 比方明化的 有的人 主情说 就已经 日本通知了 到了 五十年来 有 每一期 就有很多人说 因为说 整期就是 早上都 日本人这样吃 就是吃什么 吃饭 配这个 米色汤 那 台湾人 有台湾牌 就说不行 不能这样 所以为什么不能这样 我们台湾人 就要保持 我们台湾人 吃的杏仁茶 把这个 油吃过 所以 这种 统独之战 为日本时代表 这台湾人才是 这都不算 就对了 好 OK 我们继续来看看 今天 要来找出的 一间 米其林 碧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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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推荐的店 说是 台北 华山市场 内地 个人行李 好到要变过 虽然有其他 的 早午餐店 但是行李 都没遇好 常常观察 整个商店 都被人家的 多 其中 煮菜 可以做冰的 和烧的 豆奶 都可以 这在吃 烧饼 薄油 吃过 注意 在香荣 蛋饼 这是 咸豆浆 一定要炸 我们用一个 品相很多 来 吃一对 萝卜丝 这是我给它抛层 给你看到 下面的 端面 咸的 有蔥 那你可能太晚來了 來 我們現在年輕人 來講到這個吐司 吐司在我們頂住那裡的人 他們不是這樣說 他們是說那個就是胖 這個胖 這種就是西方的吃法 當然你自己到那邊去 你可以吃 你可以選擇這個早餐 燒餅豆漿 也可以選擇吐司 我們找來看看 這是散島寺 散島寺的地方是華山市場 不是說富航豆漿和這個人叫 也是人的 是 一定要吃豆漿 菜市場裡面好餓的一大堆 像這塊恩基牛肉 我以前也沒來吃過 你本來不是在那個角落嗎 後來就大家越來越喜歡 就比較好 就離人這邊 是喔 現在有雞很多口味 什麼口味 我們是吃這個 牛奶牛筋 現在雞是這樣子 牛健身 腿部最好的部位 還有番茄 因為這有冬瓜香 小孩子都沒罵 好 來吃這個胖 今天要來吃這間 手作吐司鐵子咕哩的胖 你要不要吃德式香腸佐清醬蜂蜜蜜 冰紅茶還有沒有咖啡 就是這樣了 光看的胖皮就覺得很好吃 現場還有佈在納斯卡士的胖皮 讓你快點點一下 老實說 這些胖皮 都愛我這種火 才有發動感受 嗯 現在來這裡 大部分都年輕人 這樣 飲料車 哇 問這裡這麼多 哇 這樣才會精采 在街上咧 德式香腸 你的 飲料是紅茶 對 這是花園 沙拉 它們的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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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 很健康的蔬菜早餐 在外面 來 外面給我看看 這是切開的 短麵 裡面有火腿 外面是香 吐司 這東西 這東西真的太多了 吃不完 這樣都死 有來時很豐富 就是東西很足 其實這間就是 網路裡面說 它 西米紙上海館 早午餐 有人叫 這個B1卡錢燒